要來看到二月一號才滿脫 這個脫離歐盟滿一週年 英國也正式申請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要是順利加入 將成為繼日本之後的第二 第二大的經濟體 英國是第一個申請加入的非原始會員國 我國外交部也表示了樂見這個CPTPP 啟動新成員申請加入的機制 這也提供了我國加入參與的契機 目前我國與會員國的工作 階層細部討論當中 以及協商工作也正在密切的進行 政府將在最有利的時機點 與條件之下 正式向CPTPP提出申請